想要了解一座城就要找到它最初的模样 哈尔滨的老道外就是这么一片地方 这一片老街区虽然杂乱破败 但是从这些沧桑中可以看到一座城市的底蕴 哈尔滨的烟火器就在这 哈尔滨有道里区和道外区 这是以中东铁路为界而划分的 之所以叫老道外 你们也就知道它的年龄也不小了吧 这里曾经是哈尔滨最繁华的地方 街头卖艺的 各种老字号小吃 戏楼 茶楼 电影院也是应有尽有 如今的老道外把那些历经风雨的老房子保护了起来 变成了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 中华还巴洛克 到底是中式风格还是巴洛克风格 这就是这里独特的建筑风格了 看外观全部都是巴洛克风格 而进到院子里又变成了中式风格 老道外的老字号实在是太多 多到数不过来 先买个馅饼吃吧 猪肉酸菜馅的 是不是特别有东北味 酸菜猪肉的 好吃是吧 转来转去看到一个大院子 穿过门洞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宅子可不一般 这可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私宅 这是他在哈尔滨时任东三城总督时所居住的府邸 满怀期望的王丽进 客栈 好好吧 还是出去吧 徐大总统知道了会有啥想法呢 这也算是王谢堂前旧实验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吧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老道外之旅就在这一碗面里结束吧 下着雨我们在哈尔滨老道外吃碗面 哦对了 忘了告诉你们 相对于中华巴洛克风情街 我更喜欢四周没有受到保护的房子 总比休旧如旧之后的嘎嘎心强一些 就说到这儿吧 再见